各位今天我是一切非常失望活跡的题材 我邀请到了我的老乡 潮汕大响罗 你看我老乡这里 他以前可能是比较调皮被人打掉的牙齿 我老乡他就从小就比较害羞 他就不善于用言语表达 我们现在尝试跟他沟通一下 说正经的 这潮汕大响罗我之前就一直很想买来拍买来尝试一下 但是就是因为一直买不到这个货 因为这个潮汕响罗他目前还没有办法人工养殖 所以你只能等到当地的人有捞到你才可以过去买 当然这个也并不是牢底坐穿兽 他目前还不是保护动物是可以食用的 我这一斤响罗的价格是270块 然后响罗他是越大越贵 比如说你是两斤一个的话他可能400一斤 三斤一个的话可能800一斤 基本上超过三斤以上的就很难买到 然后今天这个大响罗我们就来给他做成炭烧响罗 泰兰先生的死前必死清单就有一个炭烧响罗 今天我们就来尝试制作一下 嗯 那我不吃不是可以不吃 我们先把响罗用刷子给他刷洗干净 他的表皮太毛毛躁躁了 洗好的响罗我们先给他放一边 准备一包这个鸡架 调建好的话可以直接买一只老鸡来炖糖 把鸡架炖成小块后冷水下锅放入姜片料酒 大火给他煮开 煮开后撇去浮沫转小火给他炖煮一个小时 炖煮几下的时间我们来调整一个非常烧的烧汁 精华火腿一小块 大蒜四半 红葱头两粒 黑根一小片 小葱三根 把该去皮的食材去皮后放入搅拌底面打碎 搅碎的配料中用碗中 起锅热锅烧油 油热以后我们把香料放进去爆香 用最小火给这个食材慢慢的炸 炸出香味 炸到这种咕嘟咕嘟的状态以后加烧鸡汤 调大火把汤汁煮沸 加入蚝油 酱油 扭上一点花椒粉 一点点盐 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万能烧汁了 非常的漂亮 我们给小锅的壳包上一层厚厚的锡子 防止整整烧烤的时候烤焦了 看一下可能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现在万事俱备 开烤 这个小锅我们要给它这样慢火制烤两个小时 我们往锅上倒上一点沙甲酒 哇 各位真的这烤得我快睡着了 这太难烤 现在把这沙甲酒烤到沸腾以后 我们把它倒掉 这一步是清洗这个锅 接下来我们往这螺注入我们刚刚调配好的烧汁 继续给它烤 烤到沸腾 大概应该要一个小时吧 第二份这个烧汁烤沸以后再给它倒掉 这一份也是来清洗的 再次加入二次烧汁 哇 好香 现在这个味道超级香 这就是时间蔓延出来的味道 盖上盖子 我们再给它烤制一个小时 非常漂亮 好了各位铁铁铁们 观众们 家人们 傻鸟们 这个炭烤香楼终于是做好了 哎呀 我的嘛 雷腿花给点嘛 三点给呀 走走走走 走南走 咸咸咸咸咸 真的是你知道我做这炭烤香楼做了多久吗 我从下午到的这个香楼我烤到凌晨三点 这一定是我做过最费时间的菜 我觉得要比我之前做的那个炭烧鲍鱼还要难做 很麻烦 来 我们来尝一下 香楼片 鲜 哎呀 鲜 真的鲜 而且它的弹性是全所未有的 我觉得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这种弹性的东西 它不像那种杏鲍骨 不像那种鲍鱼的弹 但是又有点类似 我觉得有大概70%它们的弹 但是它又带了一点自己放荡不羁的那种口感 很不错 软糯又不时有嚼劲 哇 好好吃 尝一下它这个下半身肉 哇 哇 这个下半身的肉像那个扇贝中间那个丁一样 很爽 肉一丝一丝 又有点螃蟹肉的那种味道 喵 喵 超好吃的 现在这个炭烧香楼又是刷新我那个烧烤类型 里面最好吃的海鲜了 尝一下这个尾部的肉 好吃 好吃 真好吃 告别是这个螺正贵 贵确实是有它道理 哇 哇 太好吃 油量太少了 背景一个螺 它里面肉也没多少 最后它这两个凸出来的东西 我给它单独切掉 哇 这个更弹了 真的很不错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炭烧香楼 我觉得它这种味道真的是任何东西代替不了的那种味道 非常独有的一种味道 我觉得把它封为史前必吃清单非常合理 OK 各位 最后这个炭烧香楼 我觉得你们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长那么大是可以去体验吃一下 虽然它的价格非常贵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值得你去尝试的味道 那么今天视频差不多在这里结束了 今天这期视频真的拍的非常辛苦 求求你们给我点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